娱乐圈中有不少令人羡慕的魔法明星夫妻,像是孙丽邓超,杨敏黄黄小明,或四眼杜江,小编今天要说的就是香港娱乐圈中的魔法夫妻张志林和袁永宜,两人曾经还一起参加过综艺真人秀,让不少的小伙伴,知道了这一对魔法夫妻的感情生活, 到目前为止,两人已经是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了,但是两个人还是像是热恋中的小情侣,一般非常的让人羡慕,因为娱乐圈中能和他们这样感情好的情侣真的是不多了,张志林刚刚在微博上接到领红包,这可能是娱乐圈里第一个明星这样做吧,忠实惊呆,那一众网友,而他这一举动被网友纷纷调侃, 这是给袁永宜买包缺钱了吗?说到包包,不得不提到袁永宜,爱包如命,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,他不是在买包,就是在买包的路上,反正袁永宜开心了要买包,赚钱了要买包,问题是就连偶像李李浩谈恋爱,他也要买包,各式各样的限量款包包,应有尽有,让人羡慕不已, 当然,在买包面前,他老公张志林只能被淹没,一直以来,大家都知道,静静喜欢买包,大仙喜欢买车,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常都是买买买,简直绝配有没有啊,后来在某当作义上,大仙终于大喊出了自己的愿望,希望静静不要再买包了, 然而,后来的日子里,大仙,还是依旧为静静买买买,近日,在综艺中的一个游戏环节,大仙又展现了他惊人,的演技,实力模仿静静买包哈哈哈哈,张志林作为TVB的大红男星,这么多年来身后,也有着千千万万的迷迷,虽然也会有很多女明星青睐,但是张志林自从和袁永宜在一块之后, 可以说成为了完美好男人,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袁永宜的身上,近日,张志林的一条微博,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,毕竟这完全不像是一位大明星能够做出来的事情,令大家想不到的是,张志林竟然发布了一条微博内容是签到领红报导卡,这条微博杂出去之后,可以说张志林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调侃,毕竟静静喜欢买 这是人情皆知的事情,很多网友看到最后,也是调侃张志林明星也缺钱,没想到连几毛钱的红包都要抢,更有网友被张志林的这条微博笑到停不下来,没想到张志林这样的当红明星也要完先奥领红包,为此,有网友发出疑问,是不是给静静买包,所以没有小钱钱了,如果你没有钱了, 我可以给你发红包,张志林因为这条微博,真的是让粉丝们笑得流泪,更有网友表示,有些人就是表面上很风光,但是被地里去的抢几毛钱的红包,显然这次微博签到领红包,估计真是被包包拖累到没钱买了,哈哈这波操作简直太暖心了,祝福他们恩爱永远